欢迎大家收看 智库集团的第二天 智库通市场热点 今天会和大家讲一下 如何组合不同的投资工具 制成一个部署策略 我们请来有智库集团资产管理业务 投资研究主管邓泽棠 和我们谈谈 Hello 阿力你好 大家好 可能我们都会听过 有期货也有期权的部署策略 但两者的分别在于哪里 其实我们想知道 期货和期权有什么分别 和如何组合 首先要从历史开始知道 很久很久之前 在荷兰炒屈甘香的时代 就产生了期货 期货就是买卖双方 以一个特定的价钱 在特定的日子进行交易 正正是因为屈甘香泡沫爆破了 令到很多人炒屈甘香期货就输钱 后来就衍生了期权 期权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权利 那个权利去决定在那个应该行使合约呢 那个日子的时间 去不去行使这个合约的权利 所以其实其权马竟然是一个权利 所以它的权杆也不一样 就不是一个责任 但是有没有说什么市况底下 应该是使用期货去做一个部署 又或者在什么情况底下 可能就期权的部署会比较适合呢 因为期权是可以千变万化的去组合 所以其实很难一概 原论到底什么时候用什么技巧和策略好些 因为它们只是不同的产品 但是反过来比较 在一些大原则上面可能都会对的 例如什么情况底下你用期权会洩抵一些呢 譬如那个市油很大波动 转到一个很缓慢很小整固幻痕市 我们面对着期权引伸波幅的下跌 如果我们做期权长仓 就像你买科卵或者铺卵 这些窩卵的情况下 你会遇到一个损失来自引伸波幅下跌的损失 相对而期货就没有什么风险 所以在不同的情况下 用不同的应试工具会更加适合的 那有没有一些情况底下 原来是可以将两者结合 去造成一个组合的部署 绝对是有的 因为其实期货和期权 是有一样叫平价原理的 如果我们使用适当的时间 其实是可以将 call put和期货 变成一套套装的 但是在节目上讲就比较复杂了 可以的话就去证加网页 或者是自家有多了解 不过很简单的概念来说 就是期权可以做一个保住底的策略 例如我真的买了正股 或者买了期货是提升的 正股向上的话 你当然是赚钱 万一它是向下跌 那你可以怎样呢 其实你可以同步做 扣入一个应估期权长仓 当它向下跌的时候 你的期权就会获得利润 补贴到可能你的正股跌下来 或者期货跌下来的损失了 这种组合套装其实也有很多人使用 如果在风险管理上 即是当两者结合一起用的时候 有什么地方要留意呢 如果在期货和期权组合下 要注意保证金的风险 因为除了长仓之外 还有短仓合约 短仓的期权合约 配合期货 其实每一套套装 计算出来的保证金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在炒作或者操作这类套装 组合的时候 往往都会面对着 在不同的组合底下 我们给的保证金不一样的考虑 有可能会多了 又可能要少了 继而你的资金调配都会不一样 所以在操作上 要特别关注保证金相关同 我听下去 其实真的需要多些了解 才可以利用到不同的工具 做一个适合的部署 所以任何的投资产品 大家都要去理解多些